新開了一間酒店 Anders 即是屬於哈耶酒店旗下 環境美得不得了 有如去了日本的京都一樣 裡面的房間又大間又舒服 而且還有Pool Assets 在影片裏面 東人表妹帶了身材 不斷游泳給我們看 而今集裏面 她再不游泳 但就會為我們做SPA 和浸溫泉 究竟有多好看呢 繼續看吧 都是那句 即是無限好指示近黃昏 這個黃昏美景的沙灘很漂亮 這正正是巴提亞的針天海灘 針天海灘 我見過針天海灘不是這樣的 很多沙灘 很多人坐在這裏 是這麼說的 針天海灘其實是很長很長很長 就像青山道一樣 就像素枯椅一樣 是很長很長很長的 你平時看到的針天海灘只是一個某一塊 基本上是很長很長 來到這裏 這部分相信你未來過的 這裏的針天海灘其實較為寧靜 於是住在這間酒店 在這裏游泳走沙灘就相當浪漫 不會有其他人影響到你了 在這裏游泳走沙灘 即讓無限好 這些食物更好 怎麼搞的廣東話呢 就是廣東話 我們教到有方 眼前看的食物就在酒店安排 全都是海鮮 泰大龍蝦 即是龍蝦泰式炒河 你看 看看 哇 醬汁味很濃烈 這些拔替 即是泰式炒 顏色特別濃烈 味道會不會特別濃烈 醬汁味很濃烈 感覺上真的濃烈一點 鹹了一點 可能因為加了龍蝦的醬料 比平常吃的重口味一點 鹹了一點 但也挺有特色 因為通常吃拔替泰式炒好 就變成這麼大的龍蝦 哇 這麼大的龍蝦 加上泰式的感覺也有趣 不過真的鹹了一點 燒魷魚 不止燒魷魚 加上海鮮醬 軟軟軟軟 有點新鮮 海鮮醬酸甜辣辣 可以可以 不錯 酵牛熬 我真的聽到他們說 粵粵 是的 還不太好日本的地方 直向日本法呢 有粵粵 嘩多少少酒成份 糟了 今晚一定醉 乾杯 乾杯 乖乖女兒不要喝酒 你看我們就可以喝了 接下來這一味就是什麼 大蝦粉絲 大蝦粉絲 粉絲我最喜歡吃的 哈哈 還加上大蝦 通常一般人吃這一味菜 主角當然是吃蝦 不用說一定爽口大牙 但我呢 就喜歡吃粉絲多一點 這個粉絲 像像醬筋一樣 很有彈性 還有 蝦的味道都進去 真的不錯 粉絲是否像炒來吃淡一點的味道 有什麼味道呢 這個粉絲 味道較為濃郁了一點 所謂的重口味 可能也是因為蝦的問題 剛才這個 泰式炒可以加了龍蝦 可能因為蝦膏的影響 較為鹹了一點 這個也算是偏鹹一點 但還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最重要是煙韌 再加上淡淡肉的蝦肉 哇真正 再來呢 聰哥 這個菜是比較特色的 這家餐廳 這個呢 就是這個 沙爹 蝦肉沙爹 沒聽過啊 聰哥 對呀 蝦肉沙爹 平時有豬雞牛都有 但是蝦肉沙爹 真的沒聽過 真的 而且是配麵包一起吃的 試試一下 等 東任表妹試 這一碗就是烤塞 泰北製麵 我都說得很正宗 通常烤塞泰式的咖喱炸麵 來自清邁 泰北 但是這個泰北製麵 也可以吃 通常配雞腿 或豬肉牛肉 但是這裡竟然是配 泰北製麵 近海的嘛 所以很多海鮮 泰北炸麵 這個就配蝦 聰哥 這個吃法又如何呢 會不會正宗呢 你猜一下 正不正宗啊 很正宗 很正宗 那你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正宗 那我試一下 對不對 不是真的正宗 平常我吃 這 泰北炸麵 就是烤塞 我會吃青檸 它有給你的 平常你在街 或在哪兒買都好 泰北炸麵 基本上是會有青檸 會折下去一點 嗯 這樣的吃法 接著 混一混一混混 去混一混混 我先嘗一下它的味道 嘩 很正宗啊 真的 跟超賣吃的一樣 一樣的啦 送給我試試 好啊 好啊 吃完晚餐之後就回房睡覺 第二天起床又有新的活動 究竟是甚麼活動呢 早上的活動當然是做SPA 這裡是SPA店的Reception 環境又是相當之優雅 整體上 無論色調和裝修設計 都配合酒店和房間的主題 首先有杯Welcome Drink 原來正是碟豆花汁 整色整水加一塊圓的冰 加上顏色 真是見到都透心涼 跟著就有香香毛巾給你抹手 味道真是好香 原來正是來自這個品牌 沒錯啦 這個SPA品牌 通常一般在酒店裏面的SPA 模式總會是前面的Reception 跟著後面就是一系列的房間 方便大家在裏面做SPA Treatment 但這裏就並非如此 我的Reception在那裏 SPA房不是一條走廊經過 你能看到我能看到你 而它的SPA房是在後面的屋裏面 每間屋裏面都有少許不同 看看東蔭表妹今次在哪間SPA房 還有做些甚麼Treatment 更是在家裏面上的 我能夠你看到那裏面的 可能是在我那裏面上的 很久以前的 我只是在這邊當中的 我身上XUPA cave的 我可以看到這片段 我真的要找到 表面的樣子似乎好像很舒服 值得一提就是在這裏 沖了一種很香的SPA精油味 SPA精油味當然香 難道是臭的嗎? 不,這種味道我未聞過未接觸過 當然是Telamake 話說這裏所用的品牌正是Banboli Banboli是一個泰國很有名的本地品牌 專輯出一些SPA的產品 一些香薰油、一些按摩油 而這間店所用的香薰油和香精油 全部都是Telamake的 外面不能賣 所以這種味道我真的未聞過 與此同時 這間SPA其實都是屬於Banboli所管理 所以裏面所用的所有的精油、按摩油 都是來自他們的 價錢又如何呢? 這裏做SPA treatment 大概2000多匹起 咦,很貴 在海灘路上也更加便宜 是的,更加便宜的也有 但若然在這間酒店 要包車出海灘路來湖的話 分分鐘都可能要2000多匹 甚至乎都花了幾長時間 所以若然你住得在這間酒店的話 就不要搞那麼多事 不要出去啦 不假外求 在這裏做SPA treatment就好過啦 咦? 這裏的設計有點疑似 我當年住在日本Path Hyatt酒店 裏面的SPA也是這樣 也是這些燈 當然啦 都是屬於Hyatt的嘛 那這裏是甚麼地方? 這裏是酒店的一個很放鬆的地方 進去你會見到 這裏有一個Songna房 這裏有一個Steam房 是的 很多次這間酒店可以去日本的風情 但日本風情 怎可以沒有安靜的呢? 所以這裏有的 前面就有安靜的 看到嗎? 大家可以在這裏浸溫泉 哈哈哈哈 兼且不是男女共育 是男女分開的 男的這邊 女的那邊 大家各自有一個溫泉 可以讓你們來浸 但不可以夫妻一起浸 分開來浸 與此同時 更加一個相當十分放鬆的地帶 就是這個洗澡房 水幾乎360度 向你不同的身體部分噴射 嘩! 這麼精彩的場面 當然要示範 不過不是我 是誰 還有誰 就是東印表妹 趁東印表妹未出場之際 介紹一下這個設計 幫你整乾健命衣 嘩! 真是沒得頂了 好! 我和你也有很多 你也有很多 做法 我看你 你不想擠 你不想擠 浸泡完溫泉後 東印表妹就為我們示範 這麼正的淋浴系統 水從三方面 左右上面 沖下來 射下來 你別說 東印表妹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依然可以保持美麗的笑容 也挺難得的 你有沒有試過洗澡得這麼開心呢? 我真的沒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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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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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